无人机风情准备 向敌前沿阵地 时事起扰 起飞 多架无人机风群迅速从阵地起飞 准备前往敌人阵地展开攻势 东北方向发泄多架无人机 另一边的解放军指挥官一发现动静 果断下令启动防空武器 瞄准无人机并且开火击推目标 然而参与这场演习的解放军士兵坦言 由于无人机风群目标小速度快 飞行轨迹多变 要击落它们确实存在相当难度 防化单位的首轮拦截火力 甚至只造成了40%的伤害 此次演练 我们按不同目标类型缝配火力 根据防空风队 所属火器 殖命远中近的立体防空网 同时对照防空兵作战力 生成的六种能力 查百存在的问题 中国除了大量投资生产各类型无人机外 也积极制定战略 应对未来可能在实战中面临的问题 然而这次的防空演习却反映出 解放军可能还没做好反制敌方 使用无人机发动风群战术的准备 在现代战场上 无人机具有高度价值 要如何妥善运用并防御敌方攻势 成为世界各国军方首当其冲的课题 三天新闻是配身报道